来看这位民众的投诉 他骑车等红灯时呢 这个车子突然熄火发不动 他去修车 没想到这一修一万二好贵啊 这个车行老板跟他说 你气缸发电机都坏了 而且呢还有一个所谓的 糖缸修理费四千五 糖缸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更换气缸的维修方式 而这个人越想越不对 他找其他的专业师傅来看 才发现没有找到拆修的痕迹 而且这个陶瓷的气缸呢 基本上永久保固 要换根本不要钱 媒体记者上门查证 查了车行老板才说 这是师傅写错了 他愿意退钱 找来的一家修车师傅 仔细检查 却没发现摩托车漆缸 有明显拆修痕迹 但顾驾弹项却有糖缸 这笔维修费用 让女生生认为 可能碰到黑店 最不合理的地方 其实是收费太贵 因为修完车之后 才发现原来车子 是不能糖缸的 但其实损坏了 换了这么多零件 其实正常情况来说 不会同时间 要换这么多零件 这个月六号 吕先生骑车到锦西街 等红灯怠速时 起火发不动 邻近车让老板表示 气缸发电机全坏了 修理要八千多元 吕先生同意后 晚上取车 老板却改口说 换了很多原厂零件 打折后便一万两千元 摊开估价单 气门内面条 换了一堆零件 刚好整数一万二 低比糖缸 却让吕先生无法理解 可是这种车 它是陶瓷气缸 它是不能糖缸的 这个可能就比较有争议 机车原厂表示 这款车陶瓷气缸 永久保固 就算坏了 换新的也不用钱 像遭投诉车行求证 结果确实硬 只是专业师傅表示 糖缸跟换活塞环 根本是两回事 今天遭踢爆 说一些误会 愿意退废 但若车主没察觉 恐怕就成了白花钱的冤大头 记得陈嘉宾 周光站台北报道